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小时候老爷来到这儿的目的就是找到三徒弟 秦贤哥 就在找到他的同时 外界竟然集结了一大批准备进攻云梦泽的军队 老爷也触发了新的任务 那就是让小贤哥自己来守护云梦泽 要是失败了 就会抹出他的存在 总感觉 要是失败了 被抹杀的就会是我了呢 接下来的日子 老爷借助云梦泽的时间差 陪着小贤哥修炼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 将他的禁忌提升到了天然境 让他能把人形稳固在少女形态 诶 师傅 可以开饭了 转眼间 云梦泽开启时间很快就接近了 这时 老爷给小贤哥布置了新的让务 啊 师傅是想让我拉拢云梦泽的其他势力 诶 那个 我 你叫什么名字 呃 我叫琴贤哥 贤哥 好名字 我名叫掩月 是眼族先任族长 我的族人之前吓到你了 我在这里替他们道歉 哪里哪里 都是我不好 慢慢然地闯入了这里 对不起啊 哦 怎么办 我这一百年只跟师傅说过话 完全不会交涉啊 清贤哥 你身为岁月花 为什么会来到我们眼族的领地上来 啊 云 云梦泽即将降临岁月界 岁月九州大地的人类修饰 很快就会进入到这里 云梦泽开启的事 我自然知道 这里每过十万年便会对外开启一次 我只是好奇 你为什么会到我们眼族这里来 啊 此次云梦泽的开启和以往不一样 入侵的人类修饰中有不少修为很高的强者 对云梦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身为岁月花的我能够感应的 若没有你们的帮助 云梦泽一定会遭受很大的伤伤 甚至就此覆灭 胜利都会失去家园 所以我希望能和你们合作守护云梦泽 嗯 云梦泽破灭的危机吗 嗯 没错 大危机 刚才的话都是我瞎编的 会不会造成灭顶之灾 我也不知道 但 看她的表情 我的大护佣之处看来是被识破了 好 我相信你 虽然外貌上不太像 但你身上的气息和她几乎一模一样 爷爷前辈 你所说的气息和她一样 是什么意思 没有传承下记忆吗 也难怪 我认识你的母亲 先带岁月花 母亲 可是 我自有意识以来 就没有前辈你所说的 关于我母亲的记忆 前世的点养我还记得 和这一世的母亲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的母亲 可能是不想你受到她的影响 所以才没传给你关于她的记忆 岳月前辈 会相信我说的话 也是因为我的母亲 没错 我们眼族天生对气息方面最为敏感 你的气息与你母亲的极为相似 你应该记得百年之前 你曾闯入过别的族群和领地 引起过骚乱 当时我就有注意到你 只是后来你被一个深不可色的道人 给带走了 你和那个道人所居住的地方 有着极其强大的结界法阵 我不敢贸然触碰 所以才就此作罢 话说回来 你居然只用了短短百年时间 就凝聚出了完整人形 这着实令人惊讶 像当年 你母亲可是花了整整九千年才做到的 那位带走我的人 就是我的师父 全靠师父传授给我的特殊功法 我才能这么快到达天人境 那个 爷爷前辈 既然你认识我母亲 你可知道我母亲去哪儿了吗 她 已经死了 死了 你的母亲 先带岁月花 她已经死了 死了 是的 你没有继承记忆 所以可能并不知道岁月花的特质 曾经 你的母亲和我说过 岁月花一生只能结出一枚花种 结出花种的那一天 老岁月花也会随之死去 这便是岁月花特有的诞生方式 原来是这样 以我对你母亲的了解 她可能是遇到了什么万不得已的事情 才会选择结果 你也不必难过 我与你的母亲 一起度过了数万载岁月 是生死相拓的战友 也是最亲密的家人 这股力量 为何如此温柔又亲切 明明脑海中 没有关于母亲的记忆 可是 那个素未谋面的母亲 仿佛就在我眼前 你也许已经察觉到了 我身上有岁月花的气息 这是你母亲留给我的礼物 若不是她 我身为眼族根本无法划行 你既然是她的孩子 我自然愿意相信你 我与你母亲姐妹相称 不嫌弃的话 以后你就叫我岳姨吧 岳姨 乖 刚才你说过 在云梦泽设下了很多阵法 来打这场守卫战 走吧 带我去看看你所做的布置 再好好跟我讲讲你守护云梦泽的计划吧 嗯 谢谢岳姨 看似杂乱的阵途中 同时蕴含着好几种环环相扣的小型阵法 一旦触发就会引发连锁反应 了不起 这样的阵法你布置了多少个 岳姨过奖了 师父说这样组成的阵法会更灵活 威力也会更大 我猜与孟泽大概布置了六千多个吧 嘿嘿 六千多个 嗯 不够吗 还有时间我再补几个吧 不 不是 那个 这 这都是你一个人做的 你那个师父没有帮忙吗 嗯 没有啊 这些阵法都是师父给我的日常练习 不知不觉就补下这么多了 我说岳姨 哟 显哥 你干什么 岳姨肚子这里有很熟悉的感觉 母亲的力量就是来源于这里吧 这是你母亲当年留给我的阵法 全靠它才能让我们眼族保持清醒 清醒 对了 师父给我的书籍上记载着 岳族是以梦境为始的凶恶残暴的种族 可看月仪的样子 好像跟书上说的完全不一样 嗯 其实书上记载的没错 我们眼族原名为梦眼一族 是靠吞噬生灵的噩梦 化为灵力修炼的妖怪 属于善良的妖兽 可在很多年前 我们的祖先冒犯了古神 被降下了诅咒 逐渐丧失理智 成为传说中诱人入梦 残害生灵的怪物 全靠你母亲这个阵法 我和我的族群 才能够抵御古神的诅咒 保持理智 阵法 月仪 我可以研究一下 你肚子伤的法阵吗 不可以 不可以吗 为什么 这是母亲留下的阵法 因为很痒啊 月仪怕痒吗 怕痒怎么了 这样一来 分支任务岁月之一也完成了 小师不在 任务完成速度也快了不少 有眼族的帮忙 贤哥收服其他土著族群 应该不会有问题 算算时间 小师也快升级好了 要是这次也没什么有用的功能 就把它关小世界里吧 我知道了 一定是老爷在想我了 这几天 在月仪的协助下 小贤哥顺利和云梦泽 五大族群的组长 进行谈判交涉 通过小贤哥 聪明的小脑袋瓜 和演乐小姪的吉利周旋 部分组长同意加入小贤哥的云梦泽守护大军 而那些无法交流 愿意与小贤哥合作的组长 也在友好的沟通方式下 把他们达成了共识 就这样 小贤哥只用了五天 就把云梦泽的各大族群联合了起来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嗯 你问 为什么小师会出现在这里 那当然是因为小师我已经完成圣级回来了 以后请教我超级无敌美少女小师3.0 所以这次圣级你获得了什么能力 这次圣级可厉害了 小师我可是获得了双能力哦 第一个名叫圣诗武装 简单来说就是我能够通过老爷的意念化身为任意武器 零零输出上将会有小师我进行调节 这样就能避免老爷出手太重 不小心灭掉小世界了 而且由于小师只有老爷能看到 等同于隐形武器 小师厉害吧 长度都不错 不愧是老爷 一下就学会了呢 既然新能力是变成武器 那就试试吧 老爷等一下 还有第二个能力的 第二个能力名为无道 就是老爷可以利用收视点 让徒弟修为速度加快 老爷只要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哦对了 现在还没有完成所有任务的徒弟不能使用 所以只有小千坊和小长青能用 无道费用是一千收视点一个时辰 老爷现在还收三万两千五百收视点 悟到 他俩的修为境界确实低了点 那就全部用完吧 这全部 这是 足足三天三夜呀 不行了 我要睡大觉 你就别抱怨了 这仙前界强者如云 要不是师父和师伯 光靠咱俩来着试炼 早就嗝屁了 这是 徒弟姬迁凡 苏长青 身份确认 接下来的三十二个时辰里 将会源源不断向你们输送灵力 请二位保持炼化灵气的状态 徒弟身份确认 是师父 应该是了 除了咱们的师父 也没谁能做到了 阿难阿双 我和师妹要立即进入修炼状态 三十二个时辰 麻烦你们守着了 修炼 我们可是在敌人的老巢啊 好了 别那么多废话了 乖乖给师父师伯护法吧 技能还不错 这次就放过你了 老爷一次性把上十点都用光了 以后我还怎么升级啊 师父 吃饭了 小贤哥居然把小鱼带回家了呢 那个 贤哥 不给为师介绍一下吗 哟 酷着做饭 我都忘了 师父 这位就是之前和你提过的月仪 多亏月仪 我才能和几个妖兽族群的族长 谈同合作事宜 月仪 这位就是我的师父了 晚辈隐月 见过前辈 既然是贤哥的长辈 无需多礼 师父 明天云梦泽的秘境就要开启 那几个族群的战术布置 徒儿也都安排好了 今晚 徒儿想让月仪在我们这里住一晚上可以吗 这种事你自己做主就好 明日一战 关乎云梦泽的存亡 为师期待你的表现 果然还是看不透此人 看来只能经稳行动了 时间差不多了 分魂 月仪 为了贤哥的未来 哪怕是呵护万劫不复被他杀死 我也必须要确认这个男人的真正意图 要是他对贤哥真的另有目的 哪怕是拼了这条命 也得让他战乱在梦境当中 花梦真仙 月仪 你想做什么 贤哥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不是要伤害你 什么都好了 回房间再说 要是师父醒了就解释不清了 大晚上 你们两个不在房间里好好睡觉 到我为师的房间中来 挺能闹腾的 还有眼族的组长 本座想听听 你要怎么解释方才的行为 所以说 你趁着深夜进入我的房间 就是为了试探本座 是否对贤哥别有用心 没错 贤哥的母亲与我相守千年 亲同姐妹 她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而我却看不透前辈的真实想法 为了贤哥的安全 才想用眼族的秘法试探一番 你应该很清楚自己和我的差距 为了故人的孩子 还是冒着生死魂灭的风险出手 这 真的值得吗 试探你的事 贤哥并不知情 这是与他无关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前辈要责难 就冲我来吧 燕姨 师父不是这样的人的 好一个一人做事一人当 本座就给你这个机会 贤哥也一起来吧 正好让你提前感受一下 时间已到终极 这 这便是时间长河了 时间长河 岁月花一族穷其一生所追求的境界 竟然是 真是存在的 能够到达这个地方的人 本身就已是通天伟丽 寿源接近无限 岁月花尽管是绝世神物 但对这样的人来说 增加寿源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仅仅是站在这里 神魂就在一极快的速度磨损 这就是时间一到的终点吗 不要乱碰 这里的每一片碎片 都代表着诸天历史中的 某一个时间节点 一旦触碰 就会进入另一个世界 这样啊 师父 这里既然是代表历史的时间长河 要是在这儿回到过去的话 我曾经的爹娘 还有上一代岁月花母亲 都能找到吗 可以 但在过去的时间中 也存在着另一个你 一旦降临到那个时刻 过去的你 将会被时间长河的法则抹杀 而你的亲人 也会因为你的存在被清除 从而失去所有关于你的记忆 除非 你已到达为师的境界 超脱法则的束缚 否则一旦干扰了过去的历史进程 将会引起一系列 无法挽回的连锁反应 哦 徒儿明白了 好了 以你们现在的境界 不能在这里待太久 该回去了 回来了 师父 愿意他 时间长河对精神力消耗很大 你身为岁月花自然没事 但普通生灵就不一样了 收束心神 痛苦很快就能缓解 现在 你找到想要的答案了 前辈能够操纵时间法则 确实没有任何理由 觊觎贤歌 是晚辈错了 你的这种担心没有错 自古以来人们努力修炼 拼死肚窃 为的也不过是长生二字 但对接近永恒的本作而言 时间恰是最无意义的东西 百年光阴 传道授业 细心栽培 那是因为贤歌是本作的弟子 这与他是否是岁月花 没有太大关系 师父 你的疑惑本作已为你解答 贤歌年纪尚轻 设施未深 修行之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既然你也爱惜这丫头 以后你便留在她的身边 好好辅助她吧 是 晚辈一定会照顾好贤歌 绝不辜负前辈与她母亲既往 嗯 对了 先带岁月花的法阵 虽能阻隔你们身上那股 邪碎力量的增长 却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但与孟泽这一战结束 本作会给你们孟严一族 解开身上的诅咒 眼月代表眼族上下二百七十一人 谢前辈恩赐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都准备一下迎接外敌吧 是 是 时辰已到 余孟泽秘境入口开启 各位随我一同进入秘境 恭谢余孟泽 余孟泽里有几个妖兽族群 盘踞的领地 这帮畜生修为不高 并且各自为战 同其量 只是一盘散沙 你们以五十人为一队 兵分几落 将其各个击破 是 徐孟泽 我牧尘又再一次回来了 这一次 我一定要夺得岁月花 什么 怎么回事 山主 天上 流星 全员散开 该死 这是怎么回事 竟有人在此生下埋伏 岁月界的畜生 竟然提前预知到我们的到来 蛤 幽 幽树 幽树竟然会 联合起来 云孟泽到底发生了什么 云孟泽 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数以万年来 每次秘境开启 那些贪婪无度的入侵者 对我们烧杀掳掠 无恶不作 使云孟泽生灵的生命如草剑 今日一战 关乎云孟泽的生死存亡 只可胜 不可败 无论过去大家有什么恩怨 都请周围放下成剑 与我一起 守护云孟泽 神经 助理的阵法 救命啊 什么 还有 我们却是预料之外的状况 难道是云孟泽中 诞生了王 不对 那些无所不在的阵法 类型虽各不相同 却彼此关联 这绝对不是那些畜生 可以掌握的 只要把那些凡人的阵法破除 妖兽再多 以不足为惧 天眼通 这 怎么可能 阵法一到 灰暗难明 修行不易 更别说精通 如此多的阵法 难不成 千年前有阵法世家的人混了进来 并在此地开枝散叶 不行 这样下去 九州的修士无法推进 我还怎么趁乱夺取岁月花 我会竟然除掉 莫护操纵阵法之人 谁来救我 因为我的阵法 死了这么多的人类 这样的战争 真的对吗 贤哥 作为统帅 战场中分神是大忌 你在犹豫什么 闯进来的那些修士 是人类 要是我能想办法 用阵法封住入口 这样的杀戮 是否就会停止呢 贤哥 抬起头来 给统师清醒点 这里是战场 你作为统帅 如果抱着这种想法 那将会给云梦泽 带来灭顶之灾 师父 对不起 你没有对不起统师 这话 你应该对那些 为了守护家园 再拼死奋战的妖族说 这一战若云梦泽败了 这片秘境将会变成 那些岁月九界的猎场 这些妖族 也会沦为那些修士 肆意践踏的利落 你是希望云梦泽 此后生灵涂炭 万劫不复吗 不 不会的 对这里的千万生灵来说 云梦泽是他们的家乡 也是徒儿的家乡 徒儿绝不会 让云梦泽就此覆灭 那就用行动 证明给统师看 师父教训的没错 作为云梦泽的统帅 我应当心无旁骛 要与妖族们并肩作战 守护家园 此战 云梦泽并胜 空前石亭大阵 起 不好了 身体动不了了 这是什么阵法 流利的月转停滞了 刑哥 眼足精灵 散掉这帮最远界的入侵者 保护我们的家园 小仙哥好厉害 一出手就让整个秘境的入侵者 都定住了 这才是作为统帅该有的样子 不过 老爷 你刚才可是超凶的 小时候都没见你这么生气过 善良 怜悯 都是难能可贵的品德 但若是用在敌人身上 便是愚蠢 贤哥之所以会犹豫 是因为有着曾经作为人类的记忆 但对于孟泽的妖族而言 每次秘境开启 这些岁月九届的入侵者 都会将他们当作材料肆意宰杀 双方早已结下血海深仇 没有和解的可能 贤哥必须认清楚 自己现在的身份 那些岁月九届的入侵者 都已经失去反抗能力了 这场仗 与孟泽应该能顺利打赢吧 未必 贤哥现在施展的 是他结合自身碎肉花特质 所创造的阵法 阵法一到 覆盖范围越广 灵力消耗越大 贤哥坚持不了很长时间 另一方面 凡人之间的战争 讲究的是兵与兵之间的角力 而修真者之间的战争成的半 则主要取决于双方最强者的胜利 那是将与将的对决 对方的阵营中 有一个的修为比贤哥高三个境界的人 他才是左右这场战决的关键 比小贤哥还要高三个级别 已经来了 灵力 到极限了 这样应该就能缓解前线的压力了吧 被地里操纵着如此多阵法 杀我九界凶事无数的 竟然是你这样的小丫头 你是哪个宗门 你是 岁月花 是 不对 你是凝聚出人形的岁月花 你是什么人 竟然是已经成熟了的岁月花 真是天助我也啊 小丫头 本尊名为牧尘 九界的人都得尊称我一生天玄圣主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主人了 谁要你做主人了 性子还挺泼辣的 我喜欢 我能感觉到你只有天人静的修为 之前操纵那个诡异的阵法 应该消耗了你不少能力 本尊可是玄真境巅峰 你就不用白费力气了 维持师庭大阵的消耗太大 先利用之前这副好的阵法牵着住他 再 我的阵法 这些小妖术刚才已经灵俏过了 你以为我还会对你好无防备吗 我擅长的 可不知了阵法 什么 你以为这样能困住我吗 还有呢 是吧 消灭它 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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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的丫头 这种雕虫小技根本 啊 小小瓜药 竟敢戏弄本尊 哎呀 看来想要简单的收复这种岁月花 是不可能的了 质则生病 反正不怪是死是活都不影响猎花 还是杀了吧 黑马怪人太强了 这种级别的存在不能让他投入到战场上 不过他现在的注意力在我身上 只要我尽量拖延住他 愿意他们的正面战场就能 小丫头 你想跑去哪儿 糟了 过风天旋 小花妖只会耍些小聪明 不会自给你机会了 受死吧 来不及了 得放弃这个分珠身体 非不得受惊者 给我离贤哥远点 一起施展孟秋龙 分珠他 是 月姨 你怎么会在这里 方才那个阵法的停止 加上牙伤的爆炸 我就知道你应该是遇到危险 所以便立马赶来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失去你的阵法支援 那些可恶的入侵者正在犯工 情况不容乐观 这里交给我 你马上离开 可他的目标是我 我可以牵着住他的 我要和你们一起 就因为目标是你 所以才必须离开 今日一战 决定了云梦泽的存亡 如果到了万不得已 你还可以去找你师父 师父说过 守护云梦泽是我的试炼 他是不会插手的 这一战只能靠自己 我也是云梦泽的一员 我要和你 热义 区区梦魇也敢阻挠本尊 岁月花我是拿定的 当我折死 啊 燕月小姨被打穿了呀 不经历生死 贤哥就无法真正地成长起来 未来的贤哥是岁月天尊 现在成了我的徒儿 他理应踏上更高的高度 而不是成为温室中的花朵 等再这样下去的话 小贤哥的分出和燕月小姨次 都会被那个绿毛怪给干掉的 哼 燕月身上带着的仙代岁月花所留下的阵法 可不仅仅是延缓诅蔓延这么简单 月姨 你醒醒 我现在就给女公主伤口 我会有事的 我就叫带你去找师父 小花要不用急 很快我就送你下去见她 这是两朵岁月花 愿意 该死的 这次又是什么 这里是 师父说过的幻境 树木的种类和灵机感觉 和云梦泽很像 但和云梦泽有着很明显的区别 这里不是云梦泽 答对了 但也没全对 这里是万年前的云梦泽哦 先上来吧 接住你了 你 你是 你不是早就猜到了吗 我的孩子 警告些小手段 我说过 不会再给你机会了 死罢岁月花 蒙年试魂 这 什么 哎呀 伤得挺重的 不过还好 尚有一息尚存 问题不大 岁月花 不对 那小花妖 不可能拥有此等灵芽 你是何人 区区一只岁月九中的小害虫 竟敢对它们出手 现在求饶 已经来不及了哦 小鬼 明明散发着温和的灵力 却让我感到 毛骨悚然 这个女人 很强 妖头 不行 要是现在跑了 这千年来的等待 都将功亏一篑 八十 岁月花 我今日必须拿到 拿到岁月花 如果你只有这种程度的话 那就无谓浪费我的时间了 八十 先进一个照面就 哦 还挺顽强的嘛 岁月花 是我的 并 绑命法器还挺多 看来 你是个对自己的生命和修为 十分看重的人 不然 也不会舍命追求岁月花 妄图增加寿元 我想到怎么处置你了 既然伤害了我的家人 杀了你就太便宜你了 你 你想做什么 给你一个作为寻道之人 最沉痛的教训 打回原刑吧 时间法则 不 等一下 刚刚那是 生主 小贤哥样子和气场 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这就是仙代岁月花 留下的力量吗 这也太厉害了吧 这不是仙代岁月花的力量 这位 正是贤哥这一世的母亲 仙代岁月花本人 小贤哥的母亲 没错 她将自身的灵魂和传承 练成阵法 剥离开来 再利用阵法的处罚二次融合 成为自己孩子的神像 让两代岁月花 能够身处同一个时代 聪明的手段 值得夸奖 这场战争已经没有悬念了 最大的虫子已经解决 留下的灵力也不多了 一次性替小哥他们 把所有的害虫都解决掉吧 逆四十之歌 快看 先生 那是什么 百花葬 走 这样一来 守护人孟泽的任务 也顺利完成了 可喜可贺呢 嗯 先生 先生 应该便是贤哥所说的师父吧 没错 承蒙先生护佑 想你才能在短短百年间化为人形 此等大恩 十月无以为报 十月在此谢过 你是贤哥的母亲 无需多礼 我与贤哥的结合已经完成 但阵法上所留下的灵力耗尽 接下来 会进入一段休眠时间 酝酿神魂 沉眠的这段时间 小女就有劳先生照顾了 既为人师 理应敬泽 这里是 月仪 你醒了 你等一下哈 我先把这些阵法都撤掉 我的伤 还有这些法阵 月仪身上的这面伤 师父已经证好了 不过师父说 你神魂受创 需要几天时间恢复 所以我在床边 布下了针对神魂治愈的阵法 现在看来 效果很好呢 前辈给我治疗 那岂不是 哦 没有没有 师父给你治疗完胸口出我的伤 就去做别的事情了 这几天 都是我在照顾你的 这样啊 辛苦你了 星哥 月仪哪里花 来 试试这个 酝酿神魂的药膳 你尝尝 对了 阵狂怎么样了 我们 损失大吗 我们大获全胜了 虽然跟我好像关系不大 不过师父说 也算我合格了 唉 没想到这次入侵的人类中 还会有修为 如此高的存在 若不是前辈出手相助于孟泽 恐怕 那个 这次师父没有出手啊 不是前辈 那出手的是 哦 你想见月仪 嗯嗯 好的 我这就把分珠控制全交给你 这灵气的感觉 你 你是 好久不见了 小眼 是 师姐 你 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真的不是做梦吗 你可是纯写梦眼啊 是梦境还是现实 你自己不是最清楚吗 你真的还活着 太好了 抱歉 瞒了你这么久 小兄 要不 你别哭了 哥上 你再等一会儿 一会儿就够了 哎哟哎哟 哎哟 眼族身上皱纹属于血皱 我的血液可以破除 不用这么麻烦 这怎么行 尊上的血液 每一体都非常宝贵 怎么可以用在这种小事情上 说实话 嗯哟 之前 尊上用自己的血液 给徒弟修复神魂 因为这事 无量解十分生气地让小世界里所有人 任无量增加了一倍 嗯 无量解说 我们作为尊上的神兽 就是要在尊上序号的时候 为尊上解决问题 小世界不想吃咸饭的 所以知道尊上需要替人解证 我就马上出来了 哼 一滴血而已 不至于 回头我会和无量说一下 那尊上 你可不要说是我说的 把我卖了 啊 小桃 你这个笨蛋 我忍你很久了 就知道吃吃吃 把我的眼泪吐出来 老爷的部下还挺元气的呢 这两个小丫头 应该是吃恋大解套那种灵兽对吧 小修的本体是皮修 小桃则是饕铁 皮修和饕铁 小修的眼泪 拥有破除一切灾恶诅咒的效果 用来解除眼足的诅咒 确实比我的血液更温和 皮修是锐兽 全身都是把这个小事知道 那饕铁是为了什么 老爷你还准备处理其他事情吗 没什么 只是他俩从小一起长大 形影不离 小桃作为饕铁 会不自觉地给身边带来恶运和破坏 有小修这种锐兽赛 就不会让他造成太大的危害 也好看管着他 好傻伙 老爷的小帮手都是些顶级神兽 怪不得之前那条天道大黑蛇 老爷看不上了 尊上眼泪已经收集好了 求他欺负我 那我们就不打扰尊上先回去了 如果不够的话再叫哦 辛苦了 铁柱的办法有了 接下来还有小仙哥的任务 与孟泽的事咱们还是早点解决吧 老爷 嗯 前辈 孟眼一族已全员到齐 那就开始吧 祖咒真的 古神的祖咒消失了 等一下 族长怎么 族长还没恢复过来 师父 月仪他这是 稍安勿躁 这也算是意料中的事 眼月的孟眼血脉传承的最为纯正 所以他的情况 会和其他眼族有点不一样 好好看着吧 这才是千年前的灵兽 孟眼一族 真正的模样 该死的岁月花 竟敢把我的修为 降格到零海境 还把本圣主弄成这副模样 不过 这也还能比之前拥有更多的时间 我还得谢谢你啊 岁月花 这 这感觉 有什么东西 这是 九十海云兽 岁月仪 你们这是 此乃我等妖族精血 有了它 你就能与我们签订主从契约 从今日起 与孟泽五大族群 将奉新生代岁月花 琴贤歌为主 生生世世 永不背弃 奉我为主 这你们是先没和我说过呀 而且让我来当月仪的主人什么的 也太乱来了 妖族向来强者为尊 与孟泽一战 你已经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 所以他们才会认可你 师父 签订契约 代表着这些妖兽 愿意把族群的未来托付给你 与你同生共死 不要辜负他们的好意 前辈说的没错 不仅是我 其他几位族长都愿意相信你 让你成为云孟泽的主人 也是我和你母亲商量的结果 数千年来 我们都各自为战 互不相容 才会被入侵的人类肆意欺辱 而现在 云孟泽是时候统一起来了 好吧 既然你们都觉得我合适的话 那我也不好推脱了 降百万千 谈而言法 大动仙精 执名典 千胜不传 今日诸位奉我为主 我岁月发情贤歌 一定会守护好这篇秘境 欲允孟泽 与诸位 荣辱与共 生死相守 秘境放在这里 难免会生出意外 还是一并带走吧 之前为师教过你的纳戒阵法 练习的如何 阵法托儿是学会了的 师父的意思 是想让我把整个云孟泽都带走 可是 云孟泽这么大的秘境世界 以托儿现在的灵力 大概是办不到的 这方面你不用担心 够了够了 太多了师父 那就开始吧 好的 天地惶惶 乾坤坎干 四方万物 入我阵来 小邪哥看来不用很久 就能追上小千帆小成亲 他们两个了 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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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不好了不好了 有大家伙要来了 何方小小 外无岁月界不举 师父 控制好你的阵法 为师来处理 你是何人 竟敢在无的地盘 肆意妄为 你可知无奈岁月界的天 别伤我还有用 好嘞 敢在我家老大面前自命为天 小朋友 你挺狂的嘛 轻生天道啊 可惜了老大说不能吃 我滚开 神兽 不对 是神兽 只有那边那两个人 直到无视天道化身 不仅仅能被吓退 竟然还敢动手 究竟是 小丫头脾气不小嘛 但这种程度 可伤不了我 好不容易出来一次 就稍微陪你这小鬼玩玩吧 什么 怎么 这样就说不了了吗 这才刚开始呢 再来 赤练大姐头果然好厉害 那个小红人 完全被大姐头压着打呢 在对付天道意志上 没人比赤练更适合 不过 这天道身上那莫名的违和感 你在看哪儿呢 小鬼 作为天道的意志 这个世界力量的化身 你也未免太弱了吧 什么情况 要放大招了吗 尔等 把我岁月剑 冒犯天威 不可饶恕 老大 这家伙有点不对劲 他的状态看上去 已经开始崩毁了 正常的天道 不该这么脆弱 作为天道化身 确实弱了点 但问题不在这里 我来吧 主可知自己在做什么 杀戮五只岁月界主宰 这岁月界的生灵 都将随无陪葬 这一万生灵的业障 如承受得起吗 对一方世界而言 天道易志的陨落 确实有可能导致 那个世界的生灵毁灭 然而 你只是个傀儡罢了 朱 离开胡言 不是岁月界的化身 不就是岁月界的尖 你身上拥有法则之力不假 雷霆与火焰两种力量 也勉强达到世界意志的合格线 若是放在别的世界 本座或许不会怀疑 你就是天道化身 但这里是岁月界 与孟泽与岁月界 岁月界与别的世界 这三者之间 有着极其悬殊的时间流速差 而作为这个世界的天道 时间法则才应当是你最强的手段 但你在与赤练交手的过程中 从头到尾都没有使用过 身上也没有时间法则的气息 你并非岁月界的天道 至于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为何会到岁月界来 这种事 还是直接查看你的灵魂比较快捷 我没有出卖颅 你为何 搜魂术又发的自魂术法 风 小师 把灵气输出 控制在岁月界最大可承受范围内 好 好的老爷 区区一个神级静咒 也想在本座面前杀人灭口 老大 探寻记忆便会触发的自毁法术 看来是有人刻意把这个出生的天道 我一直安排在岁月界 此事牵涉重大 把他带回去 让无量安排人手 修复他的神魂与神石 尽快把记忆提取出来 是 与岁月界毫无关联的新生天道 还有之前清明界制造转生者的神奇 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老爷 我 我动不了 怎么变得这么小 小时耗尽了所有的力气 才把老爷刚才那一件控制在岁月界可承受的极限范围 现在 已经连飞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刚才那个小红人 老爷就这么把他带走了 会不会对岁月界有影响呀 他本身就不是岁月界所摧生的世界意志 而刚才破坏那个术法时 我也顺便切断了他与岁月界的连接 对这个世界里的生灵 不会造成影响 至于真正的天道意志到底是被人抹杀 还是被纠占雀巢 岁月界从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想那个人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 老爷指的是小贤哥的母亲 嗯 隔了这么多个卫面 仅凭残存的建议 便能伤到我的神区 现在的你 已经到达何等境界了呢 晨夜 岁月界的天道 只是带行世界意志的傀儡 即便捕获 也不会透露什么有用的信息 可若是让你继续查下去 会对我等的计划造成不小的影响 所以 我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希望你会喜欢 刚才天上出现那个超级大眼珠子的时候 可是 把徒儿给吓到了 而师父就是这样子 杀的一下子 徒儿甚至都看不到师父的剑长什么样子 那个术法就给斩没了 超帅气 徒儿决定了 徒儿要学习剑法 要学师父刚才那一剑 身为岁月花 你在阵法俘虏练气这些法门上掌握的速度 会比正常人快很多倍 而剑道天赋在于 气 忙 刚 事 意上的领悟 讲究的是纯粹二字 你的杂念太多并不适合 在这方面 你的二师姐有着极其优秀的天赋 日后有机会你可以向他请教 所以师父的意思是 我在剑道上完全没有天赋嘛 树叶有专攻 您想以剑或者其他武器入道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好吧 怪不得师父从来没给过我武器方面的术法 贤哥 你的母亲苏醒了吗 母亲 之前 母亲就用了我的身体和月仪见面 好不容易恢复的一丢丢神魂力量 就又耗尽了 所以现在应该再沉睡吧 不过母亲说随着我的修为提升 她作为我的神像 恢复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师父是有事要找母亲吗 有件事需要和你母亲确认 不过不急于一时 等力量过后 为师会为你的母亲修复神魂 那师父 守护于孟泽的力量结束了 剩下的力量是什么 徒儿很好奇的 第二个考验很简单 在岁月界中 找到两个不弱于于孟泽 且还没被发现过的秘境 找到两个没被发现过的秘境 岁月界这么大 突然要找到何年何月呀 此次历练没有时间限制 哦对了 我一是为你准备了一件法器 就藏在其中一个秘境里 为我准备的法器 我一是为你准备了一件事 都一个时辰了 这海上连个小虾米都没有啊 锤钓的乐趣 在于等待 并非收获 有耐心才能钓到大鱼 嗯 岁月界这么大 要在这里找出一个 没被人发掘过的秘境 简直比大海捞针还要困难 啊 慢着 大海 解决完那个天道后 师父明明可以带我传送离开这个地方 却让我拿出了灵针 在海上巡使 师父的提示 内境 或许就在这无尽之海当中 空间阵防 遗海 啊 本花花终于开窍了呢 海底三方前 撞得撞 哦 小虾还是第一次来到海底 这么深的地方 哼 这些小家伙长得还挺可爱的 稍微碰一下应该 此兽名为幽灵水母 是一种生长在海底的群居性妖兽 受到惊吓时 整个族群会一同释放强力的电击 电击 老爷你不早说 小时差一点就碰到了 话说老爷 小贤哥他这是 在和这些幽灵水母的老大交朋友 这次历练的秘境 只能靠他自己去探寻 从海里的土著妖兽口中获取情报 无疑是最有效的办法 居然能和水母这种妖兽交流 小贤哥好厉害啊 师父 师父 那个水母姐姐说 附近海域中确实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它可以送我们过去 那边带路吧 巴拉 巴拉巴拉 谢谢你们 再见了 哇 好大一棵树 师父 这个地方是秘境吗 没错 可是看上去 一点灵力波动都没有 跟与孟泽完全不一样啊 它是由人类打造而成的秘境 经过多年的岁月变迁 最终流落到这里 才变成你现在看到的模样 顺带一提 这个秘境与机关术有关 机关术 入口的机关有着错综复杂的机关结构 想要解开秘境的封印 贤哥需要结合所学的阵法知识 进行精密的操作 以他目前的实力 这个过程应该要耗费不少时间 还挺结实的嘛 不过没关系 我这儿还有够厉害的符咒呢 你懂着 贤哥 怎么了师父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好像太起秘境了 有什么不对吗 为师是让你用阵法将其开启 没让你把他炸了 啊 是这样吗 托儿理解错了 对不起 老爷你看 讨厌 你已经开了 小贤哥运气好好啊 嗯 两天前我进去过 走的时候 还添加了几道小阵法 这丫头难道看穿了我的布置 所以才用符咒破阵 嗯 居然还增加难度了 不愧是你啊 老爷 你这又是在做什么 哎呀 哎呀 屯儿想都花一些盾行服 把李船船扶走进去 要是遇到危险 也方便逃跑 啊 这只是秘境的历练 若是到了真正的生死战场 你的敌人 可不会给你提前准备的时间 啊 师父等一下 啊 痛痛痛 师父也真是的 这是 傀儡 还有 好大的城池啊 天哪 这座城池 还有地上的这些 都是由机关打造的 没错 此秘境名为墨城 是古代公书世家打造 由数万只不低于归藏镜的机关兽守护 用来当作你的试炼地 再合适不过 啊 数万只归藏镜的机关兽 此次历练 你需要自己一人 登上城楼 拿到公书家的机关传承 以及维师给你准备的法器 另外 为了不让秘境的历练失去意义 维师暂时锁住了你与云梦泽之间的联系 岁月花本体 维师也要交还给你 维师在城楼上等你 看看这段时间 你是否有所长进吧 啊 师父 啊 留在师父身上的保险 没呢 啊 没事的没事的 师父没有说 符弄灵气这些不能用 这个距离 一下子就能飞 啊 啊 好痛 啊 忘了告诉你 这个秘境 有着术法静止 以你目前的秀为 飞行和遁地 都是用不了的 啊 无情说 杀 糟了 无情说 杀 啊 是谁 啊 好险 差点没挡下来 是登上城楼 师父没说 一定要击溃这些机关兽 本体在的话 紧称天人镜石 女巫的新能力 可以派上右场了 岁月花必防 百花散 黑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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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 你胜了 我可是不会输的 目标就在那座城的上方 师父的法器一定要拿到手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师父 法器 拿到手 小小哥军团 出镜 老爷居然会在这里徒手做着木雕 真是罕见呀 这是灵牌 灵牌 这座机关城 不仅是传承机关术的圣地 还是公输家历代传人最后的鬼宿 当他们察觉到自己大县将至时 就会回到这里 把自己毕生钻研的机关术留下来 传承下去 公输家族负面于第三次诸神灭世灾祸 作为调停者之一的公输家族 几乎死伤殆尽 就连这座 蕴含着公输家机关术结晶的莫成秘境 也流落到诸天万界 不知所踪 可即便失去了正统传承 他们的后人 依旧延续了近万年 为维护诸天万界的安稳 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这样的世家 值得敬重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公输家族有老爷认识的人吧 没错 只是直到寿源耗尽 他也没能找到这方秘境 把自己的机关术留存下来 之前我在探查岁月节秘境时 无意中发现了这座秘境 所以便安排了此次历练 顺便让他 魂归故里 落叶归根 原来如此 那个 老爷 外面的机关兽这么多 小贤哥他对付得了吗 贤哥目前最大的缺陷 在于太过依赖我教他的阵法俘虏 而忽视了自己身为岁月花的本质 机关兽与生灵不同 面对这些没有灵智的机关兽 货阵关键在于 他能否在时间之力的掌控上 再进一步 三个徒弟里 千凡代表着黄道 长青身负原鹰之体 未来会走上剑道和沙道 论战斗 逐天万界年轻一代中难逢敌手 但如果 在遇到之前那种异计入侵 他们未必能在战斗的同时 保护好身边人 以及黄天界 而擅长阵法俘虏 操纵大量机关兽 并掌握时间法则的贤哥 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环 啊 我懂了 老爷是想要把小贤哥 培养成最强辅助对吧 你可以这么理解 走吧 去看看贤哥现在的进展如何 好嘞 啊 是地震吗 这气息 不啦 好多好多小小贤哥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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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等一下 师父 师父 喜欢 抱抱 你们太无礼了 赶紧从师父身上下来 不要下来 要抱抱 这里不宜喧哗 出去再说吧 师父 围师记得好像没有教过你 可以制造大量分身的阵法和服务 围师父 图儿 图尽生天然惊石 领悟了新的秘法 这里的每一个我 都拥有本体千分之一的灵力和时间法则 所以外面的那些机关兽都解决了 那些机关兽超级厉害的 图尔一开始被他们追着打 根本没有不正还手的机会 后来想请师父把本体还给我 所以就用这个新秘法 把本体分化成很多很多个字节 铺在那些机关兽的核心上 施展小范围时间静止术法 比输了 我可是不会输的 懂得利用岁月花的特性和时间的法则 手段虽然有些取巧 不过这次试炼 也算你及格吧 日后在岁月花的时间之道上 你也要多用功 明白吗 师父放心 机关术的传承 已经为师给你准备的法器 变在此处了 现在 去获取传承吧 好的 天地黄黄 乾坤坎干 四方万物 入我站 等等 这个幻境靠着传承核心运转的能量维持着 一旦带出去 这里也会随之消失 你只能在这里接受机关术的术法传承 这样吗 以后若是机关术一到修炼之大成 你也需要回到这里把自己的道传承下去 那就不管了 还是师父的法器比较重要 师父特地为我做的法器会是什么呢 机关术 机关术 这是为师结合断气 傀儡术和机关术所打造的 除了是机关术以外 它还是一件拥有初等灵智的法器 至于怎么使用 你的确认主后试试吧 突然现在就试试 好闪啊 眼睛都要被闪瞎了 你哪里来的眼睛 师父为我打造的法器 居然是全套吗 从墨城秘境出来已经三天了 还是没有发现新的秘境 师父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证明海域里应该还有秘境的 可这无尽之海这么大 即便把分身都放出去 还是如同大海捞针啊 分铃说在五山海里外 感觉到了奇特的灵力波动 我打 抢转啊 笨花花 大鱼 我打 阿爸 睡觉 大鱼 海底航行这几天 遇到过不少体型很大的妖兽 分铃也没有过像这样的反应 难道说 秘境与妖兽有关 吐哥哈 向分铃所说的方向 前进去 这 分铃尸脚反快回来的时候 还以为只是一条普通的大鲸鱼 可这 也太大了吧 师父 那个秘境该不会是在 答对了 看在你能在为师没有提醒的情况下找到了秘境 为师就奖励你一下 送你进去吧 师父 我还没做好准备 请教训他沉睡的心灵 再醒了 师父 你这是发挥的 进来了 这里就是第二个秘境 跟那个机关兽秘境不一样 倒是和云孟泽挺像的 不知道有没有名字 昆仑须 师父 你不要突然出现啊 这是秘境的名字 多少年来 曾有不少岁月界的人进来过 理论上来说 不算是未被发掘的秘境 但是 你应该已经察觉到 这里有着某种境质 进入昆仑须的外来者 修为会被压制下降几个境界 那些闯进来的人 即便在秘境中找到什么 最后也无法离开这个小世界 所以这昆仑须 也算是未被发掘的秘境 诶 真的耶 修为被压制了 昆仑须中最大的种族 名为玉灵族 是神兽麒麟 与山精混血所诞下的种族 对于封印类的术法 十分擅长 封印类的 是徒儿补擅长的类型呢 好了 接下来就是你的历练 这里有很多外界所没有的灵石 以及天地灵根 你的任务便是 尽可能地将昆仑须中的东西带走 和墨城秘境一样 为师会在一旁观看 三天后 带你离开这里 都带走 我可不是马匪啊 哦 对了 玉灵族十分排外 你踏入秘境的时候 已经被发现了 好好加油吧 啊 入侵者 打命来 啊 啊 啊 玉灵族 擅闯玉灵族地界者 立即放弃抵抗 束手就擒 还费什么话 直接抓回去 一个灵魄镜而已 让我打断他的腿 哼 凭你们三个归藏镜 就想打断我的双腿 捉住我回去 也未免太小瞧我了吧 虽然修为被压制到了灵魄镜 但只要有提前布置好的阵法在 都是不会输的 必说水求债 可恶 枕脱不开 区区灵魄镜 你以为一个水牢就能困住我们吗 哼 那当然不是 你们啊 就给我乖乖倒下吧 三军 飞雷服 还好留了个心眼 不然一次要对付三个 还是挺麻烦的 一会儿给他们贴上入梦符 等离开这秘境再解除吧 还以为这些小龙人有多厉害呢 结果还是我们家小贤哥比较强嘛 论修为 那三个御林族人 的确比压制静姐的贤哥要强 正常对敌败退的可能性很大 不过这丫头在路上提前留下了一些阵法符文 所以在被偷袭的时候 他才能抢先对面一步施展阵法 这 小贤哥又未免太谨慎了吧 小贤哥这是在做什么 特殊情况 还请多多言量啊 这衣服怎么这么急啊 还有头发和脚 巧妆完成 用这个形象三天之内把昆仑须搬空 原以为有个小城镇就不错了 没想到居然会有如此规模的城池 不过 怎么大家都在看着我的 而且都是这么一副恭敬的样子 姐姐 姐姐 给你躺 玄儿 不能对凌晨卫大人无礼 可是爹爹说 凌晨卫姐姐都是保护于凌晨的英雄 玄儿要给姐姐躺躺吃 原来如此 这块令牌才是他们对我这么恭敬的原因吗 凌晨卫 现在有了这个身份 接下来的行动应该会方便许多 我还挺幸运的呢 玄儿她从小就憧憬着成为凌晨卫 所以玄儿见到您才会这么激动 要是冒犯了大人 还请大人原谅 娘 我说错坏了吗 没有 你叫玄儿是吧 那你可要听你娘的话好好修炼 以后一定能成为凌晨卫的 真的 真的 姐姐我也是从小就在师父眼里的教导下 刻苦修炼 努力了好多年才当上凌晨卫 骗小孩子什么的 罪就感好强呀 紧急赵令 被试之前 众林成为与宗族大殿前集合 不得有误 赵令 是大长老的声音 召集所有林成为 难道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加油呀 头上长花花的大姐姐 玉林族的平民都没注意到我的身份 证明我的伪装应该是没有被看破的 听她的语气这么紧急 难道是师父做了什么 一起去看看吧 凤哥 你知道大长老召集我们这么急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奶奶他 你问我 我问谁啊 我听说啊 好像是圣地里那东西动了 切 胡说八道 那玩意儿五百年才开齐次 现在才过去多久啊 我也是听说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呢 人都到齐了吧 拜见大长老 各位辛苦了 让你们这么紧急 从各处赶回来 结因事发突然 不得以而为之 大长老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是入侵者来了吗 你给我个地儿 我阿风现在就带兄弟们去砍了他 唉 与入侵者无关 这次召集大家回来 是另一件更紧急的事 各位都知道 我们玉林城后的齐云山 是我们一族的圣地 齐秘宝灵魂玉就封印在里面 每当灵魂玉的灵气达到充盈时 便会打开麒麟秘境 秘境中藏有我们的先祖 神兽麒麟所留下的 拥有打破世界壁垒能力的神器 昆仑境 玉林一族千年来付出了无数代人的生命 为的就是得到昆仑境 打破这小世界的封锁 让我族重返诸天 而现在 麒麟秘境马上就要开启了 我们身为麒麟和山精的后代 本应有着得天独厚的修行天赋 当年遨游诸天成道成圣的祖先也不在少数 而如今无数代人被困在这昆仑墟中 在秘境的影响下血脉逐渐稀薄 成为族中最强者的老夫也不过天人境巅峰 再这样下去不出三代 我族中将再也没人能操作神器 所以 这次秘境提前开启 或许就是我们一族 重返诸天的最后机会 秘境的凶险 相信各位都清楚 而这次的人选 老夫将改成抽签的方式进行选择 抽到黑签的人 将成为此次夺回昆仑境的成员 昆仑境 也许值得进去看看 另外 我还要宣布一件事 从今日起 玉冥将接替我 成为玉林族下一任的宗族长老 不 爷爷你 明儿 族里年轻一辈当中 你的天赋最高 是最有可能突破天人境的人 由你带领族群 或许还能等到下一次秘境开启的机会 爷爷 这第一只黑签是爷爷的 爷爷老了 就让我这风中残烛最后再被玉林燃烧一次吧 明明五百年才开启一次的 我们一来就提前打开了 有没有这么巧啊 山里那块石头的灵气是我灌注的 妙啊 开得好啊这秘境 真不愧是老爷 话说老爷从中午开始就在写书来着 没什么 只是趁着空闲记录下这段时间的玉图心得 给以后千凡和长青收弟子做个参考 好了 那秘境是单向法真 等贤哥进去了 我们也一同进去吧 老爷好像对这秘境很感兴趣啊 玉林族口中说的那件神器确实存在着 但它不可能在那个秘境里 而且 昆仑镜并非空间类型的神器 老爷你是怎么知道昆仑镜不在秘境里的 我是奔逼 真正的昆仑镜在老爷身上 那这个麒麟秘境里会不会是什么惊天阴谋啊老爷 小打小闹罢了 里面藏有什么 等贤哥进去就知道了 钱已经抽完了 抽到黑钱的各位 你们都是玉林的英雄 而留下来的人 玉林的未来就拜托各位了 啊 这 哎 要不要用墨水涂黑 哎 哎 阿兰 你家老母把你抚养长大不容易 我替你去吧 不 你的闺女刚出生还没满月 你不能去 成为秦林卫那一刻 我就做好了为宗族牺牲的觉悟 母亲 以后就拜托你了 啊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带她如自己亲生母亲一样的 呃 那个 你是抽到黑签 但不想进入秘境对吧 我抽到的是白签 我们交换一下吧 这位姑娘 我们玉林族没有怕死的闹种 能被选上 是我的 好了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 谢谢你了 呃 姑娘大恩 玉林永远铭记于心 此袖要是姑娘有幸能活着回来 即便你心智时常陷入魔症 从此生活不得自理 我玉林也一定会取你为妻 此行最终目的就是昆仑境 找到后不惜一切代价 你要将她带出来 出发吧 还以为能跟着玉林族人一起行动 没想到这传送阵竟然是随机的 啊 浓烈的血腥味 这里真的是玉林族的圣地吗 啊 那是 妖兽的骸骨 难道 昆仑境就在那座山里面 这样的话 什么声音 蛮 蛮 妖兽 不对 没有生鸣的气息 这是什么怪物 卫高贝 快 该死 这只怪物数量太多了 啊 华子 这些怪物 能使用我玉林族的功法 还有着服侍经脉的血物 这到底 大长老 小心 啊 啊 滚开 出人去死 大长老 你怎么样了 无穷无尽的杀陆怪物 弥漫着整颗秘境的毒物 怪物 修为在不断增强 这就是玉林先辈们 面对的绝境 面对的绝境吗 是我的错觉吗 怎么这些怪物好像比刚才要更强 连数量也比之前多 再这样下去的话 即便有机关兽也牵着不了多久的 必须尽快到那座山里 拿到那件可以打破空间的神器 可这个距离 至少要费半个时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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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林族 被吞噬变成了怪物 这一路上 只要出现玉林族人 那些怪物都会无视我 转而围攻他们 我们路程 这个秘境是一个巨大的法阵 死去的人会被法阵牺牲 成为增长怪物秀为的能量 不行 得把玉林族联合起来 啊 那些怪物追来了 我去引开他们 别傻了 裸大我们一个也跑不了 放尽 有人替我们挡下了那一剑 援军吗 把还活着的族人都召集起来 绝不能再死人了 我来挡住他们 小贤哥他是用折返回去救人了 察觉到问题所在 便立即采取相应的行动 行动力不错 可惜贤哥看到的只是表面 表面 昆仑须有术法 压制着整个秘境生灵的修为 现在看来 这是针对玉林族人布下的 针对玉林族人 这是为什么 这里不是玉林族的圣地吗 而且这具骨头是麒麟没错的 这具麒麟是被人杀死的 缠绕在山体的骨骸 是麒麟的脊柱骨 脊柱骨 将麒麟这种祥瑞抽筋断骨 用它的血肉制造了这片秘境 在麒麟的头骨上插上昆龙钉 与其说是阵法 这更像某种邪术 用麒麟的尸骨制造秘境 这也太可怕了 背后布局的人不仅杀掉麒麟 还利用着昆仑须 囚禁了它后代的血脉 用它们的血液 来弥补邪术一世磨损的能量 一世的核心就在这里 只要破除这枚昆龙钉 一切就都会得到解除 老爷赶紧击碎它吧 小时一刻都不想呆了 困龙钉 封印阵 不是要打碎这枚钉子吗 老爷怎么收手了 朱砂神兽麒麟 将其躯体炼化成阵 花这么大的手柄 本作倒要看看 这座山里到底封印了什么 果然和姑娘预判的一样 那些怪物不敢闯进这里 这里对它们来说 应该有着某种特殊含义 如果不是这些机关兽 我们凌晨卫大概已经全军覆没了 说起来这个 我怎么不记得怎么凌晨卫里还有这样的机关术大师啊 我也没见过这个姑娘 你说会不会是大长老暗中培养的足内天才 外伤基本都治好了 但内伤和血液里的毒素 这里没有材料 只能用术法暂时压制不让其恶化 大长老 你感觉怎样啊 比之前好多了 预言 你先去照顾其他人 我和他有话要单独说 这位姑娘 若是没有你 我临晨卫的精锐 怕是都要布祖先的后尘 全部交代在这儿了 大长老言重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 符咒 镇法 奇观术 老夫是老了 但眼还没瞎 姑娘并不是我御林族人吧 既然大长老已经知道 那我也不好再隐瞒了 我家秦贤哥 确实不是御林族的人 我来自一个叫云梦泽的秘境 姑娘是入侵昆仑虚的一族人 却又对我们一族出手相救 你图的到底是什么呢 嗯 图什么 接下来你要搬空昆仑虚 哦 灵石灵根灵气功法 简单来说 昆仑虚里的一切宝物我都想要 全 全部 哈哈哈哈 秦姑娘 你很诚实 你的意思是 昆仑虚中的一切你都想拿走对吧 这是家师给我布置的历练任务 那这其中是否包括我们御林一族 啊 这 御林族就不要了吧 我现在管理这一个秘境小世界 已经很麻烦的了 再多一个御林族 见过不过来的 好 老夫想与你做一笔交易 抽签的时候老夫说过 昆仑境对我们一族意义重大 这关乎着我等御林族的未来 而这昆仑境很大概率就藏在这座山中 只要你能帮老夫拿到那件神器 助御林族重返诸天 这昆仑虚中的一切宝物都归你了 那个 大长老 昆仑境我也要带走的 秦姑娘这是要感觉我御林族吗 不不不 大长老 你误会了 你们御林族 祖祖辈辈死了这么多人 也不过是想找到昆仑境 脱离昆仑虚这个封锁的秘境 那交易内容就很简单了 昆仑虚中的一切天才地宝都归我 我带你们离开这个秘境 姑娘的修为甚至还没老妇高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能办得到 我 我是办不到了 就算没有修为压制 我也只是个天人精而已 但是 我家师父可以办到 这诛天万界就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 唉 颜色没有变化 你没说谎 呃 什么颜色 这是老夫的天赋 可以通过灵气的颜色变化 判断一个人有没有说谎 大长老 这是 老夫的内丹 刚才怪物袭击时 全靠着内丹的防御 才勉强保住要害 老夫现在把它交给你 昆仑境就拜托了 嗯 我会尽力的 虽说大长老的内丹 可以提供防御 可是 月王里面走 压制修为的术法就越强 我现在的修为 好像被压制到灵海境了 要是遇到外面那种怪物 就 啊 就 有声音 是我的错觉吗 不 不可能是错觉 难道是 宽伦境的气灵 啊 到尽头了 刚才那个声音 啊 这是 狐狸 不 嗯 名为麒麟的秘境 竟然会藏着这么大只妖狐 而且看上去更像是师父曾说过的 大妖 啊 啊 你 你 你 离开 啊 赵鱼 啊 我会错的 如此强大的尼牙还有操控怪物的手段 还是昆仑境的气灵 千伏花语 不合号 莫名全开 这么多符咒 加上我最强的两只机关兽 如果这样的对付不了的话 就只能用清理盾行福堂 嗯 尚未看清事情的本质 便贸然出手攻击 还是太鲁莽了一些 嗯 师父 这只妖狐不是敌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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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怪物在吞噬气灵 这 师父 这是怎么回事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昆仑境 这一切 都只是一种邪道阵法 啊 邪道 阵法 没错 无论多复杂的阵法 一般都会布置一道 或者数道生门 为的就是让布阵者 可以随时解除和辩阵 但你眼前的邪道阵法 从一开始就没有布置生门 换言之 这个秘境从一开始创造出来 便是一个死局 布阵之人利用麒麟尸骨打造的封印阵法 捏造昆仑虚 与那个不存在的神器谎言 让玉林族无数代人 心甘情愿进来送死 为的 就是封印你面前这只 数万年前便已生死的狐妖残破 现在这道残破非常虚弱 若是再遭受一次外部攻击 或者那些血泥的吞噬 说不定就会魂飞魄散 得谨慎处理 烈恋暂时结束 回事需要你在封印阵外围 布下稳固神魂不散的阵法 办得到吗 嗯 徒儿明白了 徒儿这就去布阵 小师 查到胡耀的身份了吗 回老爷 找是找到了 这只大白虎还挺有名的 但是这上面记载的信息实在是太奇怪了 齁 青秋妖帝白青秋 年纪轻轻就达到了丛圣境 是被妖族寄予厚望的超新星 而就在他两千岁单纯那天 突然传出了七陨落的消息 随后青秋界的妖族便打着复仇的名号 对周边的世界发动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 资料中虽记载了大量战争的细节 却几乎没提过这位妖帝陨落的原因和结局 但是最最重要的是这个 老爷现在穿越时空回到了十万年前 按理说现在的青秋妖帝不仅没有死 甚至才刚刚诞生没多久 就 就 就 时空穿越所导致的空间错乱了 看来在我冥想闭关的那段时间 有人在背后做了不少小动作 师傅 我准备好了 很好 从进入这处秘境开始 你的杀意不用无量提醒 本作也能清楚感觉到 若是让别人来处理 恐怕你会心生不满 瞒着本作 独自前往追杀吧 既然如此 此事就交由你来处理了 莫然 谢尊上成全 目前还不知道那不阵之人的意图 对方能杀死一只麒麟 用其尸骨入阵 也许有着专门对付祥瑞的方法 从理性来说 此事我并不希望由你去解决 尊上 莫然虽被麒麟一族除名 与他们也有着难以化解的矛盾 但那终究是我族内之事 如今竟有人敢敢虐杀我族后辈 莫然必将其斩杀殆尽 以正麒麟之名 此事绝不会给尊上添麻烦 还望尊上理解 你误会了我的意思 既然放你出来 本座自然不会出尔反尔 这个法印里蕴含着本座的神念 以及万分之一的灵气 以防万一带上了 杀死布局之人后 把神魂带回来 我还有用 明白 莫然谢过尊上 去吧 天上 大长老 大长老 那是 黑色的 麒麟 找到你了 齐碎 老爷 大师不好了 你看 我 不想死 老爷可以像之前天罗界修复神魄的时候那样 让三徒姐姐救救他吗 不能 这只是他其中一魄 而三徒 也无法还原不完整的神魄 啊 这 如果连三徒姐姐都没办法的话 有我出手自然能保住这缕残魂 但很可能会让两个时代的白青丘 身处同一时间线 其中一方将会被抹杀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办法 倒也不是没有 这件事 只有你可以办到 啊 我 白青丘 你若是在此消散 无论过去 未来 或是现在 你的存在 都将从珠天抹出 而本座可以让你的意识保留下来 条件是 你是否愿意 拜本座为师 白青丘 你是否愿意 拜本座为师 啊 师父 老爷 我 愿意 贤哥 明白 冥魂师庭阵 哎 老爷 这种村改收徒计划 把残魂收为弟子的事 对你来说并不难 对吧 从全先生来说应该是不可以的 但为了老爷 小时我就试一试吧 月还在圣氏力量的黄金大棒吗 请从无诸天圣氏系统之命 将此命定之人 纳入圣徒序列 请告 强行与计划万圣灵签订契约 建立失足链接 将会导致部分系统全能崩溃无法使用 请立即停止 你的喵的 现在知道跟我说全能崩溃什么的了 我家老爷看上的弟子 你听我是要定了 天命定解 公主殿下 殿下 殿下 树上太高了很危险的 殿下 你先下来好不好 好 好丑 好丑 快 变成兽型 用方形下 直接都解释了 热热的 大长老这是要做什么呀 怎么让我们把藏宝阁的东西都拿出来了 你没听说吗 这次大长老之所以能活着回来 全靠一个异族姑娘的帮助 异族姑娘 就是那天当众表白的那一个 今日之内 玉林城中的所有宝物都会给您送来 而那些昆仑虚中的灵草 以及珍稀矿石法器功法 老夫已经让林城卫在昆仑虚中收集 贤哥小友 大长老 你刚说什么来着 没 没什么 抱歉大长老 贤哥很少见到如此之多的宝物 所以情绪有点激动 还请阁下见谅 无妨无妨 贤哥小友是玉林的恩人 老夫既然答应交出昆仑虚的所有宝物 换取玉林的自由 自然不会食言 老夫还生怕你们会看不上这些烦物呢 大长老您客气了 叶仪 这把灵旗很适合你 你搭上试试 贤哥 你注意一下形象呀 他得意忘形的话 会给前辈丢脸的 我忘了 贤哥小友 不知道家师现在在何处 老夫没有质疑那位大人的意思 只是想确认一下时间 看看大人何时方便 带我们一族离开这里呢 大长老您放心吧 师父就在你们给我安排的房间里 他还要处理一些事情 说等你们准备好了 跟他生一生就可以了 漠然那丫头 你就这么放出去 他要是疯起来 造成的破坏有多大 你是知道的 随他吧 我的神石在他身上 派人跟着 准备给他善后就行 对了 听说最近你把他们的任务训练量 提高一倍 这种事还是适当为好 看似平静的湖底 已经开始生出不少暗用 我们作为你的仆从 应该在关键时刻 助你一臂之力 而不是成为你的负累 未与筹谋理所应当 分寸方面 你自行把握就好 行吧 既然你都开口了 回去我会重新制定 他们的修炼计划和任务方向 有关山海界天湖族的古籍文献 能找到的 基本都在这儿 我也是抽空出来看看你而已 小世界还有很多事要忙 先回去了 无 无量 那岂不是赤练大姐头他们呢 大大姐头 不过小师还以为 能够替老爷管理小世界的存在 会是一头超级大神兽呢 没想到无量大姐头居然这么小小一只 这只是他的身外化身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无量他的本体不能离开小世界太久 根据无量找来的古籍 基本可以确定一件事 老爷 你有什么新发现吗 青秋妖帝 这位曾短暂统一 朱天妖族的强者 理应在妖族的史书中 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结果却相反 在山海界 妖族乃至天狐氏族的史料记载中 对他的描述 只有只言片语 现在看来 这未免显得有些太过欲盖迷章了 嗯 这关系太过复杂了 总感觉我们是不是被卷入了什么大麻烦呢 爷 不麻烦 白青秋的残魂封印在岁月节 岁月节的九大天圣 其中就有青秋虎祖 这之间的关系 贤哥的母亲身为先带岁月花 应该能提供不少的线索 至于这之后会发生什么变数 日后到山海界 找到白青秋便知道了 人都到齐了 嗯 应该是全部到齐了的 前辈 若是需要布置大型传送阵法打破空间的话 我们族中有不少阵法方面的好手 前辈可以随意拆遣 用不着这么麻烦 这是 徒手起阵 爷爷 哇 哇 这是何等 这里是 出 出来了 万年来祖辈们无法完成的夙愿 你民族 自由了 宝宴 大长老 天空裂开了 天空裂开了 就凭你们 也想要阵的命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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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